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我们知道 像星暴这种大范围的破坏性招数 事实上都是可以遇见冰闪躲的 而曙光的预兆比起星暴来说只强不弱 如果遇到高机动性的敌人 例如木 睁眼沙家等 是不是还好时呢 这很难断言 而钻石就不同了 虽然威力较之曙光小很多 但是具有高机动性和高速启动的特点 而且不拘泥于固有自视 发动可以是很隐蔽的 例如冰和钻石点中米罗的星灵点 以速度擅长的后者都没能历时察觉 以及卡妙弹空结击沙家所顺发的钻石都能证明这点 同理 事实上任何一个圣斗士只有他有多种招数 那么每一种招数都会有他相应的用处和长处 车田对招数的刻画是很细心的 绝对不会存在哪一种招数完完全全 在任何方面都强过自己的另一个招数的情况 真正废招的情况是很少见的 还需要举例吗 比如星暴绝对一次元 不 就两方面来说 我觉得一次元更省一 树叶有专攻 一次元属于一种空间能力的进攻 而星暴则是纯物理打击 所以这就决定了 对于生命力强悍而空间能力差的敌人来说 一次元比星暴要好时 就像对付星石 一次元就比星暴更有作用 以至于蓝萨跑出来阻止了黑洒后者无可奈何 只好起断星石的无感 不然天马进了一次元不易回来 二 预兆 撒家发动星暴 必有预兆聚集小宇宙 以至于精神敏锐的敌人 是能够察觉到这一点做出闪躲的如沐 而一次元信守就来 等敌人察觉时 已经被一次元的通道罩住了 只不过少数人能凭借出色的空间能力 历时脱困如沙家 所以 希望网友在讨论时 不要片面地认为 某人不使用看似最强的招数就是放手 因为招数强不强 是要看当时的情况的 如果节奏很快的话 显然要快招好过慢招 而对付不同类型的敌人 显然也要使用不同类型的招数 又针对性才能收到奇效 不然 你以为作者为什么要刻意安排牛哥 两次在特殊攻击系的敌人手底下吃饼 他完全可以画个物理高手 把号称最勇猛的牛哥击垮 但是他没有 因此 请不要用个人眼光去看待漫画里角色是否放手 因为无论是谁都处在漫画里那种特定的情势下 都会有他本身对情况的判断 来决定自己该出什么招 怎么攻击效果比较好 这一切都由作者决定 而不是我们想当然地认为角色应该如何 但就因为实际不是如此的 所以就千方百计地找出其他理由来证实自己先前假设的正确性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假如你的假设本身就是有问题吗 很重要的一点 你不是XX 你怎么知道他是怎么想的 就算要客观 那么也应该尽量站在对方的角度上去考虑问题 而不是一味地从自己的视角去判断 特别是当你还抱有某种吹黑目的的时候 而正因为如此 一旦看到A远胜B 事实证明B确实很差劲等等 诸如此类的贴子 一看题目 我就知道写贴子的人别有用心 这不是拿全面的事实去推出结果 而是结果定好了再推出那些对其有利的事实 哪怕水平再高 都果断地无法令人信服 虽然这事我也干过 最后 任务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原则就是要充分遵循作者的意图 如作者认为A确实强于B 那么它会很明显的 让我们看到 而不会产生那么大的争议 就像不会有什么人去争目和鱼蟹的强弱 杀家和修罗的高下一般 而在漫画里的众多证据中 两者直接PK反复强调的称号 角色对自己的认识 可通过和第三人战绩来间接PK只出现过一次的称号 角色对别人的认识 哪个更能直接体现作者的意图 作者会以上述哪些方式来告诉我们他心中所想 我想明眼人都该看出来了 相对于战绩旁白这些直观反映作者观点的证据来说 打斗细节又算得了什么 甚至N多细节可能是作者都没注意到 而被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挖出来的呢 再直接点就是ZMD作者SB吧 他干嘛不用战绩和旁白说话 来直接反映出某某人强 而是大兜圈子 非要用那些织末细节去说说谁谁强啊 你这么让读者判断是不是太累了啊 不但我们累 你自己画起来也累啊 当然 我也不是说打斗细节论 并非一无是处 只是 如果只考虑到了打斗细节 而网络战绩级旁白 是不是有些本末导致的 更别说有些细节 还是人为YY出来或扭曲理解的 好了 就写到这 废话略多 请君自短